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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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其实跟台中市政府检查的并无二致 台中市政府可能有一点点的 这个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他们公布是0.0002 那同一匹肉 这个检体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复查结果出来 中央地方都没话说了 大家都心服口服了吧 可是台中市政府前一阵子 其实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们先来看看包括陈建仁院长 说了什么话 他说科学来说话 中央跟地方 大家都是同心合力 来维护食品安全 怎么讲这样的话的同时 我们看到侧义 或者是民进党的朋友们 民进党的民代们 其实是铺天盖地的 攻击台中市政府 甚至要台中市政府盗窃 饱受压力的公务人员们 包括台中市卫生局的同仁们 他们其实很委屈 可是现在台中市卫生局长 他撇开委屈 他说市民的健康最重要 我们看到包括 卫福部部的次长 最高的领导者 已经带头 已经某种程度是攻击台中市 攻击台中市的 卫生部的同仁们 他说你太早公布 应该给厂商申付的机会 其实台中不是检测一次 也不是检测六次 而是检测22次 他们自认已经做到了 很谨慎的这样的步骤 所以到底是要给人民 给市民机会 还是要给厂商机会呢 现在争议点在这里 卢秀燕昨天已经讲了 我们厌世22次 所以到底是人民重要 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 这件事情已经从单纯的科学问题 上升到政治问题 必须这么讲 本来是很单纯的 科学是数据 是很单纯的事情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政治问题了 所以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 这个公布的结果 中央跟地方是一起全程录影 两边都有派人来 很慎重 很慎重 那出问题的梅花肉片在这里 检验人员在拿着这个 这个检体 用手套非常慎重的 double check 那西部特罗这件事情 瘦肉精不用再说了 他的读性很强 王必胜糗了 可是这个时候人在哪里 今天一大早记者 打他的电话通通关机中 原来王必胜 必胜次长出国了 出去度假 不是说你不能度假 就是你前两天 烙话烙得这么狠 大家当然要问问你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王必胜因为度假 手机关机 后来他主动来 跟记者联系 说你们记者再去看看 我脸书发文 我没有任何一点 一点质疑错 我没有错 我的质疑没有错 后来我们在录影前 王必胜次长又加发了一篇贴文 他说我真的是 没有休假的命 好不容易休假 结果被记者夺命连环抠 我们也不愿意 你自己要这么大声的跳出来 批评台中市政府太早公布了 徐晓星其实这两天 不断的在紧追这件事 他说你王必胜必须要立刻下台 身为主管机关 你的发言不妥当 你不专业 这几天中央政府 绿营明代民进党立委 落选人 側翼网军到处抹黑出征 抹黑的人叫做台中市政府 如今大翻车要不要出来 而且他说你王必胜立刻下台 不只是这个晓星 我看到好多这个在野的明代 其实也是同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王必胜部长必须负一定的责任 在这一波攻防当中 如果假设观众朋友 今天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角色互换 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 民进党在在野的话 这件事情发生 会怎么样把政府翻过来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这些 过去的立委 朱公们 或者民意机关的这些国会议员们 他们的确是非常强悍 丢香蕉的丢香蕉 串门的串门 泼水的泼水 如果发生在今天这个时候 我看是没完没了 不是只有轻轻的说一声 下台就可以罢了 罢了 罢休 我们看到馆长也开骂了 他说不怕 不怕 党有侧义 我们来看看 我刚刚前面也讲过了 反正追不完 也不用追 之后肯定也是跟超司鸡蛋一样 没有下落 吃吧 吃吧 我们有网军 不怕 吃吧 洗下去 洗下去 新闻政论安排 安排 洗脑安排 很快的 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忘了 以后不是国民党民进党 以后是牛肉跟猪肉的战争 什么美猪违反食药署 违反食品法 不好意思 食品法是你们这些 民工厂 是你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是什么 民进党 听清楚了 民进党 好 我们看到包括台糖的前员工 都在脸书上发文 讲说要不然来验这个DNA 因为有人怀疑 台糖自己养的猪不可能 餐猪肉 瘦肉精 应该是 搞不好是美猪混虫的 所以来验DNA好了 不过我们怀疑 这位前员工是不是在臭王必胜 我们是没有证据 可是这么巧 就跟徐晓星前两天酸她说 如果小孩你生出来的 这个DNA是你的 你还要问原配吗 其实是在酸她过去 有一个婚外情的对象 因为连小孩都生出来了 她在酸王必胜 这是徐晓星 我们看到台糖成为民进党的ATM 出问题的台糖公司 观众朋友 现在可能生产糖很少了 可是她土地非常多 过去我们看到 陈水扁时代把台糖的土地 卖出去卖很多 那个时候还发生了 包括无乃人贱卖台糖土地的案件 还被判了刑 而蔡英文时代 我们看到因为要充绿能 要充重电的各种的Quota 所以其实台糖有很多地方 也在社光电区 居民也有抗议 像这样的新闻也所在多有 来 先请教 任俊怎么看 这个包括瘦肉精的事情 包括王必胜 是不是应该要出面说明 其实本来这是一个 很单纯的食安的事件 如果今天实验室有检验出来 因为老实讲 我们这个中央本身自己 当然有检验能量 但是一般来讲 县市政府的食安的部分 他就有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实验室在作为基查 但我们也知道 就是基层在基查的能力 这件事情上面能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绷的 所以这一次其实我大概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其实我有连线到王必胜 我也连线到了这个所谓的 台中市的副市长郑造星 我两边都有一个说法 他电话是通的吗 他不是出国了 对 他出国 所以我刚好打给他的时候 他刚好落地 所以他有接 他说我们在广播节目 有跟他直接连线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来其实是一个 很单纯的食安事件 就地方县市政府来说 我有查验到一个 他觉得是可疑的数据 而且其实他也有跟中央回报 所以才有一开始 王必胜的那个说法说 他觉得这个数字出来之后 因为比较接近所谓的临界值 他认为应该要比较慎重 但是后来我认为整个的发言 其实已经偏到了变成政治性的发言 也就是讲说这个事件的处理 或怎么样 考验到一个什么 有雄精壮志的领导者 甚至当开始有立委讲说 你台唐应该去告 去告台中市政府 我老实讲就乱了他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把它作为政治语言的时候 你像今天食药署 就讲说对 拿到了台中市政府 他们在实验室检验的 这一批的这个样本之后 确实也有验出了 这个所谓的残留的时候 你知道吗 网路上面一大堆网友 就说告 台唐告 连食药署一直告 这是不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 老实讲对一般民众来讲 只想知道我今天吃的东西 是安全或不安全 所以因为其实在国内 我们的养猪业者 是完全被禁止使用瘦肉精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检验到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单纯一个 讲说食安的问题而已 还包含到有没有所谓的养猪 因为台唐它基本上 你不太可能所有的什么几十万头都 通通都自己养 它是不是有所谓弃作的一个状态 如果有今天真正有人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中央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应该要做的 不是只检验这个样品 而是你应该包含所有的东西 你总要做一个清查 现在春节要到了 说到那时候大家都吃豬肉 你这一块应该要先安民心 只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说 当大家现在开始用这种 所谓的政治性的语言 开始进来之后 你说实话 这些政治人物 当你用政治语言进来的 你多少人在乎食安 那个是其实对民众来讲 是不能够接受的 同样的对台中市政府来讲 现在外界当然也有一个质疑 就是说你市场上都抽验了一大堆 为什么就卓独 就是只有台中市政府 现在检验了这一个里面 它有被验出来 所以你看到大家开始有些好奇 就讲说有没有可能是 后来被污染到或什么 我认为台中市政府在这一块 当然现在卢秀燕市长他的讲法 跟我今天连线郑兆星 因为他现在是副市长 他们其实第一个 为所谓的基层人员暴去 也就是说我今天真正检验到的时候 我到底是要不要赶快公布 还是我就慢慢厘 慢慢厘 等到大概等到 我全部都厘清完了之后再公布 阿公那一路的 大家不知道 真的都直接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有两难 那对于市府来讲 当然今天大家去有人去质疑讲说 那你是不是有受到污染的时候 我认为市府也应该在这一块 而且其实老实讲 就我所了解 其实他们也清查过 他们整个在检验的流程里面 你想想看 一个官方检验的实验室 如果被怀疑讲说 你有污染的危险的时候 就像今天台糖一开始的时候 台糖也是一开始就赶快甩锅 没有用 是不是在后端 那些处理分割什么什么 造成那个 搞到人家厂商也出来讲说 人家又不是只处你的一个肉品 人家其实全是 很多台湾的东西都在这边处理的时候 你这一讲的时候好像 其他厂商是不是也会觉得说 那我哪敢给你做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第一时间里面 我比较遗憾看到的是 有一些单位赶快撇清 都跟我无关 可能是别人 好像他不是讲自己就好 现在问题来了 食药署现在也正是 而且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全程其实都有录影 而且大家都在现场看的时候 到底这一个东西 因为你说污染道 是不是只有在表面污染 还是怎么样 我认为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是方便厘清的 只可惜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你看到的是政治上的语言 其实已经大于所谓食安的问题 其实我有看到台中市政府的说法 是说这个肉片含瘦肉精 是均匀分布在组织里面 就是说它不是沾到 枯到 污染 是可能是它生长的时候就已经吃到 才会均匀分布在组织在肉片里面 所以污染的情况 如果台中市政府是正确的 他没有说谎的话 那应该是吃下去的 而不是在屠宰分割的时候 不小心割到 应该不是这样 来 请教委员 委员怎么看 事上食安的问题 像猪肉这个问题 发生这个问题以后 当然台中市他检验 当然他要公布 公布他给他的百姓知道 他才不会去买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中央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应该不是说去质疑台中 应该是马上把他这个流程 他要去检验 这个一定有一个流程 你要怎么去检验 对不对 这才是正确的 过程应该是要这样子 但是我很奇怪 王碧胜他是负责这个方面的事情 他这个时候既然可以出国 以前不是因为台风 很多县市首长 到外面去 对不对 度假到外面去 因为台风 台风你根本抓不到的 临时他都还通知 马上赶回来去看 去访问灾民 对不对 你王碧胜怎么可以 这个让他出国 就代表民进党整个政府 根本不在乎人民 对不对 以前那个赖清德不在乎人民 其实王碧胜也不在乎人民 是说他过年 过年 照顾安排好 你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 你怎么去度假都没有关系 现在已经知道台中是 台中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你是主管机关 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都因为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我还去出国 你说要取消就对了 当然应该取消 不能出国 而且你民进党高兴 也不能让他出国这个时候 你院长陈建仁 怎么可以让他出国 你要怎么应对这东西 就代表他根本不关心 现在的民进党 完全不关心人民的死活 就像以前那个疫苗一样 鸡蛋一样 他根本不在乎 他还可以准许他去出国 你不能说我过年到 我有已经讲好了 台风出国的人都要回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对不对 就是民进党真的现在 王毕生要不要下台 王毕生是一定要下台 你不下台我相信 他在立法院 他也过不了关了 这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 现在以前的国民党的委员 因为主席这个根本不公正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让他去跟委员 去反直选 我相信现在的民进党 国民党在主持会议 我不相信说可以让官员嚣张 你知道吗 官员以后像王毕生这个 一定要下台 不然他还受 在立法院他一定受不了 他不能像以前这样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现在立法院拥有 应该就是可以好好发挥 谢谢 来这个刚刚我们看到 国泰委员特别讲了说 王毕生是一定要下台的 这个不下台说不过去 而刚刚周玉寇也发了脸书说 错了就是错了 他呼吁王毕生要出面说清楚 你就是错了 现在又不认错 因为他脸书发文 或者是他透过连线 像是跟仁郡的连线 他也没有认错 他说你去看 我执疑没有错 可是周玉寇也讲了 错就错了 现在是怎样 躲起来就没事了吗 好 来 请教这个辉文 大过年的你去补充 周玉寇的讲法干什么 先叫周玉寇去跟游席坤道歉 好不好 这个观众朋友 因为要过年了 我就先爆料 就爆穿粉红色衣服这个料 因为在他主持我们大白话之前 我们的主持人钱宜君 好好讲话 他就是在台中市政府任职 过年了 他之前是卢秀燕市长的幕僚 所以他本来是在从政的 又不是从政 你不是去台中市政府 不是从政 你是吃便当吗 所以我Q这个就是说 如果钱子还在卢市长的身边 他会给卢市长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事情这样处理对吗 怎么会处理到这个地步 这个专业的问题 刚刚两位前辈都讲了 因为观众朋友知道 瘦肉精他不是用在猪肉身上 是用在猪身上 那猪呢 猪在哪里 那也不可能说 我去买了售肉精就喂一头猪 那不可能 那你问题根本没有查清楚 所以我觉得卢市长的 这个政治情商 你在大选后 选完了 你怎么会在大选后 去处理这个事情 卢市长你不能在大选前处理 其实这事情如果在选举前处理 赖清德还会赢 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过年前 过年前家家户户户户户户 你去弄这个东西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不是专业问题 这一定是政治问题 你怎么会用专业问题去看 对不对 我观众朋友 卢秀苑有得分吗 卢秀苑有没有得分 我不知道他得什么分 卢秀苑2028他要选吗 还是说之前讲2025 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因为他2026就卸任 2025他去 我不晓得在干嘛 因为前置 国民党有15个县市长 包括苗栗的中东景 台唐又不是只有在台中卖猪肉 怎么只有台中才会有 你今天你卢秀苑你要处理的是说 像这个郑昭新我在骂他 你这个说你这件要联合蒋万安 侯友宜 张善政四都 你国民党有六都 你有四都 你有15个县市长 你如果今天是国民党 所有的县市长都下去查 然后他是普遍性的都有这个 什么瘦豆筋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是台中市一个人扛了 你这样出去 我卢秀苑台中市我查出来了 我就要开记者会 我就要发新婚稿 我就要去打民进党 你一个人怎么打得赢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对抗民进党 民进党是什么 刚刚国泰兄说叫王碧胜下台 王碧胜下台我根本不在意 他下台了也不会轮到我 没有人在乎王碧胜 民进党就是问费很高 王碧胜有工人员 他去跟人披露 有丑闻 有绯闻 都可以升官了 这种事情怎么样 因为民进党他一定不会承认的 前子你也很了解 民进党会承认说我们有瘦肉精 我们的食安有问题 蔡总统的食安五环破功 然后有漏洞 然后这个瘦肉精怎样 他不会承认的 他赢败也要给你败败 我们就让他承认 不不不 不是这样子 前子不是这样子 不是在这上面比赛这个口舌之快 而是说你卢士福这样的处理 是很草率的 你以为你铁证如山吗 我这样看我看不出来说 那到底这是什么 你没有把整个那个 那个食物链 那个产业链 那个东西你没有把它刨出来 你说我这一批猪肉我有测到 测到又怎么样 那东西哪里来的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一个 我也不是说 就是说你台中市政府 前子你自己带过 他一个市政府的力量 你要去对抗国家机器 你是不会赢的 所以我们把事情讲出来 然后请国家动用它的机器 去找出源头 这是我们的希望 他不会去找的 这是我们的希望 你还是回台中市政府好了 来 进一下广告